今天我们要讲的自行或自责 其实忏悔 我一直不断地讲 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意思说 以前静心静心 出这本书的时候 一个进化的进 就是忏悔的意思 我一直在讲 就是说 忏悔的意思 是不是自责的意思 就是一定要有这个观念 我叫很多人讲 就是很多师傅讲的时候 说要忏悔 忏悔好像是十恶不赦 就是你做这件事情 是下入十八层地狱 然后就是我什么都不是 我就十恶不赦 其实这个是错误的观念 忏悔很重要 在佛教里面 忏悔的书非常非常重要 它讲的是自信的意思 意思是说 比方说在入菩萨行里面 它有十品 第一品就是普体性的重要性 第二品主要在讲 就是一定是在忏悔 怎样忏悔 怎样去 就这些不好的东西 取掉 然后我在讲 不生气是忍辱 是第六品 然后这十品里面 就是其实是怎样 去变成一个善良的人 怎样变成就是入菩萨道 意思是说 就做一个菩萨 或是做一个修行人 或是做一个善良的人的 修行的方法 它总共有十品 所以第二品 在讲的是忏悔 所以一定要这个就是你是佛教徒也好 你是基督徒也好 任何宗教都没有关系 忏悔不是自责的意思 你千万不要说 我这样子没有孝顺 我自责不赦 十恶不赦 我对不起谁 然后就说我怎样怎样怎样对不起谁 我常常在门中碰到 我怎样我对不起我娘家 我对不起我老公 我对不起我小孩 然后我十恶不赦 我会不会下地狱 我什么什么什么 其实这都是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 从佛教角度讲 忏悔的 真正忏悔的意思是什么 的意思是说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 比方说每个人都有很善良的心 也有不善良的一面 也有就是很好的 有很多东西在里面 心里面 但就说因为你的贪嗔痴的关系 意思是说 把你谋住 就是有些贪嗔痴的关系 贪也好 蹭也好 就是你的 你的智慧也不够也好 就是无知也好 这种行为 你会做了一些错事 恶事 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实时自省的意思是 实时就是alert 实时觉醒 就是说 这个错误的时候 你发生现在做错事 比方说你现在骂人的时候 你下一秒 或是今天 你马上知道 我骂人是不对的 这样是有偏见的 又是自省 你会correct 就是转过来 意思是说 我们不要进入恶的循环的概念 我一直不断地讲 忏悔一个原则 就是忏悔 很多人就说 忏悔是时候不是 完全是不好的 你就是一个不熟父道的 什么什么 那对 忏悔起来 好像就是不是人的感觉 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 人一旦一旦没有了自省 一旦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那就完蛋 那不要说开智慧了 你进入上道都很难 所以我一直不断地跟大家讲 就是唱我自省的意思是说 你做错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办法 比方说我们做错 有时候就是一年种种 有没有转过来 觉得自己没错 然后就两天三天三天 恶讯循环 就是这个业力是一直不断地 就是会越来越增加的概念 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忏悔的意思 自省的意思是说 比方说我今天骂的 或是我对这个员工不爽 或是我对这个人有怨气 或是我对小朋友不好 或是对老公有怨气 对同事任何东西 你马上一秒钟两秒钟 一天之内改过来是最好 最高的 就是我们不要进入恶的循环的意思 我们一定要找到善的循环 就是意思是说 你忏悔 你把这个恶的循环 恶业 恶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 断掉以后 你进入菩萨行 意思是说进入菩萨道 善的循环的概念 就是入菩萨行 一直不断地提醒这一件事情 说一定要知道 佛教里面真正在讲什么 就是一定要觉悟到 这个里面的真正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特别他也提到一些事情了 就是我也自己觉得 比方说我自己 我自己觉得方法就是比方说 有一些员工打来打电话 然后突然觉得有时候很忙 然后就是他怎样 楼上去怎么处理 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就马上没有耐心 你也笨蛋了 我不会这样处理 赶快就这样子 不要不要 然后第一个没有耐心 第二个就是马上骂人 做这样的时候 下一秒我挂掉 过几分钟也就 我都开始会马上觉得 这样是不对的 这样是没有耐心的 这样是不好的 我马上觉醒过了 举这些例子是 意思是说 你做那一刹那的那时候 你要马上第二个要有智慧 觉醒过来 那是恶业 那是不好的事情 那是你造那业 马上转过来的时候 那个恶不会变成放大 一直变成恶的那个果会变大 阴马上断掉的意思 就是你你种了阴马上 比方说你丢一个苹果子 要种它 种下去了 你没有浇水 没有任何东西 马上把它拔掉 是这个概念 就是反省的意思是说 恶你种下了没有错 但就是你不要浇水 不要在土壤中 叫它一直在发展的意思 意思是说自行是越快 忏悔是越快越好 比方说你今天 就是比方说骂了一个人 或是今天生很大很大的气 或是就觉得 老板对我不爽干嘛干嘛 然后就说 我妈就是瞪眼或什么 你如果下一秒 或是越短的时间 你忏悔自行 这个不对的 我应该要忏悔 马上跟妈妈道歉 马上跟老公道歉 马上跟小朋友道歉 我不对我错了 我真的是不对 如果有这样自行 自觉的觉悟 你就是永远进入上的循环 上道的概念 所以不是自走 就算你已经结束了 就是比方说 你以前没有孝顺 你对小朋友不好 这个已经过去了 你马上要去correct 意思是说 你以前对不起小孩子 你现在要赶快改过来 就说跟他说对不起 跟父母说 赶快要该孝顺的时候 就赶快去孝顺 所以这个就是 因要赶快淡掉 不要一直处理 再困在果上面 我现在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自责 自责要不得是 因为他会完全失去 你的confidence 你的自信就没有了 你的自信没有了 是人活着会很累 所以一定要就是在佛家也好 在任何宗教里面的 忏悔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要永远进入一个 virtual cycle 意思是说 恶的循环当中 所以一定要找回 善的循环当中 那个是每天都要练习 每天都要练习 你就是不生气 生气也是恶 你生气 按下生气 你要马上觉悟到 我就说 马上觉悟到 我生气是不对的 生气会 我变成弱智 生气破坏我的福气 生气对我的健康不好 生气会造成怨气 怨气会变成癌症 这样就马上觉悟到 真的不对 我刚刚归他生气 赶快要跟他道歉 对不起 我这样是不对的 这没有什么面子 或是对不起 或是什么任何东西 对你有最大的好处 你就把这个恶缘 断掉的意思 所以忏悔的意思是 把恶缘的恶的恶果 恶因恶所有东西都 绝了以后 你就会有更多的善因 善果 这样成长的时候 你修菩提心也好 你修智慧也好 你修忍辱心也好 任何东西都容易轻松 所以入菩萨行 意思是说菩萨道 做好人的方法 做好人 做有爱心的人 做一个很善良的人的方法 意思是入菩萨行的 这个是方法跟道的意思 道里面就是第二品 就是第二个 第一个是 就是说比方说 为什么要变成善良的人 为什么要变成好人 为什么要修菩提心 第一个 主要讲是这 第二品就讲的是忏悔 忏悔讲的原因是这样子 意思是说 九品里面 我们讲任何东西 精精也好 忍辱也好 指光也好 很多东西 这些都是 你只要容易进入善的循环的时候 这些容易修起来 你只要心善 你只要没有那么恶的 习性 意思是说 我们不要有坏的 每天都怨气 每天都看不顺眼 每天都气呼呼的 每天都谈念都很重 每天都就是想要这个 想要那个一大堆一大堆事情 每天都希望老板加一点薪水 然后就每天都不开心 不开心 然后再多加也不开心 再多加也是觉得不够 然后有企业家也是一样 今年赚一千万 明年赚两千万 后年赚一亿 两亿 十亿 二十亿 他会觉得永远都不够 你是没有断掉你那个贪念 你永远循环一个 就是为了钱 就是卖密的一种工具 就是人的思维 所以意思是忏悔 意思是说赚钱没有错 但就是赚钱的方法 跟思维错的时候 你就是永远进入一个状态 就是没完没了的 好像这个游戏里面 track through的感觉 为什么贪念是不好的原因 他念就像喝海水一样 越喝越渴 他不会止渴 喝了以后 因为他是盐水 越喝越渴 也是不断地想和不断 永无止境的 所以千万不要我们的念 跟我们的思维 不要进入恶的循环 就是你一旦进入恶的循环 就算你拥有全世界 你都会不开心 所以就是这辈子 不是说你拥有多少的问题 或是你没有什么东西 这个跟没有任何关系 你开不开心 快不快乐 健不健康 是你拥有的东西 你享受多少 enjoy多少 一定要有这个概念 你有一百块 你今天出去玩 坐捷运 然后吃一个便当 然后去爬个山 觉得很富有 你有一千万 买这个车子 然后开着一个跑 气呼呼的 然后花了几万块 吃一个山珍海味 你心里还是贫穷 所以人的思维很重要 很重要 就是意思是说 享受到你拥有的东西 才是真正的智慧 才是真正的福报 你没有享受到你拥有的东西 你一直想要拥有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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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这个福气 你享受不了 所以我以前讲 就是说 以前我在江户病房 看过身价几百亿 最后就是牛奶灌进去 都灌不进去 连一杯牛奶都灌不进去 那你要干嘛 然后身边最后 就是大家都苦着闹着 要争你的场了 那你人生为了什么 所以有时候 我们自己想一想 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上 是我们要享受 我们要感恩 我们拥有的东西 不是计较 你没有的东西 去想 去想 去想真 去想更多 那叫做欲望的恶习 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的思维也好 我们的心也好 我们的行为也好 我们把恶习 照恶的因的这些东西 把它断掉 你要时时刻刻地自行 这样是不对的 这样想法是对的 我应该要多一点感恩 少一点怨气 多一点对别人好 少一点生气 多一点就是比方说 觉得自己很幸福 少一点贪念 为什么不要呢 所以人的思维改变了以后 你所有的你世界 全部都是改变的概念 就是我们是活在一个思维的世界 意思是说 你的怎么想法 就是心境的意思 心境改变心界 意思是说 你的心境变了 你的世界就随着改变 所以一定要知道 忏悔是在做什么 不是自责 是自行 意思是说 你造的恶果 马上掉到 你的贪念 不要一直不断地恶旋循环 就是人的贪念是会增加的 如果你心不改变 你到哪里都一样的概念 如果你心不变 就在你躲在山上修行 也是一样的概念 你胸心是一样的概念 只是环境变比较清净而已 没有人潮而已 但就是你心永远都是贪嗔痴之类 但就是你心永远都是贪嗔痴来 绑着你 如果心变了 你在家里也可以修 你在职场上也可以修 是一样的概念 所有的修也好 所有的改变也好 所有的福报 在于什么 心 所以这个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 你是自省还是自责 所以这边要看一下 我们准备一些治疗 但就是我前面讲的 就是意思是说 我们自省的意思是 决断我们的恶 恶的习惯 这个一定要记住 习惯性的贬低自我 任我自己不够好 这就是消灭你的自信 这个要不得 千万要不得 你就说不够 你是很棒的 你是很好的 你一定要有自信 所以我就在那个YouTube上 就是一个 有个就是打坐的方式 我很棒 我很好 我很漂亮 我很善良 我很赞尽 我怎样怎样 你每天都可以打坐 我很棒 我还活着 我还可以有一份工作 我有美好的家 我有很善良的父母 我有很好的兄弟姐妹 我有个很漂亮的女儿 我怎样怎样 我老板很好 我住在台湾很快乐 一定要有这种思维 就是上次我讲的 就是感恩的概念 就是一定要 我很快乐 我很棒 我的鼻子很好 我的眼睛很亮 我的耳朵听得很清楚 我的胃消化得很好 我的心脏跳得很好 我还可以爬山 我可以走路 任何东西都我很好 为什么不做呢 confirmation 意思是说 你一定要对自己要有信心 所以就是千万不要贬低自己 这个很重要 你不要说不够 你已经很棒了 你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你没有第二个 找不到第三个 第四个都没有 连第二个都没有 你就是独一无二的 一定要有这个的自信的时候 人就智慧开了 这世界就好像全部都变成属于你的 一定要有这个概念 当心和别人不同 选择隐藏自己的想法 当然是你跟别人不同啊 你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你怕什么 你表现出了你独一无二的东西 就算你拥有没有什么东西 你就是独一无二的 别人 没有人可以替代了任何一个人 这是事实 一定要想着你是独一无二的 什么都好说 总是以为他人的意见为主 这就是没有智慧的概念了 所以没有主见的概念了 所以人要从小培养成自己主见 特别是要培养小孩 你叫他决定了 自主权了 才会小朋友开始会决定 这个是对还是错 然后才会进步 在员工也是一样 如果员工就是训练成 慢慢自主性的 就比方说 什么都交给他们去主 很快速的成长 什么都老板 一个一个的交代清楚 那个员工就不会成长 就是一定是听别人的 容易照当全收 无法拒绝他人的请求 那都很可怕 那都是不好的 所以有时候就是比方说 亲情的勒索 情绪的勒索 或是老板的勒索 任何东西 有时候就是大胆的说 No 老子做不到 不要 这个是要会学的 然后你才会有 就比方说 你有决当性 就比方说 你不做的原因是什么 你的理由是什么 你有更好的想法 还是什么 所以自己要有 主见的概念 是这个意思 这样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活得更轻松 不是说 谁属于谁都没有 所以一定要 有时候学会No 然后你要讲清楚 你要很明智的时候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 比方说亲戚朋友也好 就是比方说 大家要帮你 我说我不要帮你 不帮你的原因是什么 你要怎么处理 我有方法 你要这样处理的话 最好的方法 有很多智慧 你有智慧就可以这样子去引导 不是永无止境地去满足别人的要求 这样会很累 所以一定要懂得拒绝 就是罪恶感过剩 然后从与自己的错 就是罪恶感 这是我的错 那是我的错 我不对 我怎样 我舍不舍 那完全失去你的自信 所以这些就是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五条 第五条 都是消灭我们的自信 人一到没有自信的时候 真的很可怕 你就是会什么都不是的感觉 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在宗教里 很多人都没有听懂 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 就是中科巴大士 第一个就是他从开始为什么要相信老师 或相信你的上师的概念是 因为你相信上师的时候 你才会有很强烈的跟上师的连结的时候 你才会增加最大你的自信 他不是说明信了 这个上师很好 对我很好 就是他会救我 他什么 其实真正的原因不是这个意思 真正的意思是说 你跟他link连结很好的时候 他的上智慧 他的能量 就是会感染到你的能量 感染到你的能量的时候 你就开始会有对这个佛教 后面讲的所有都是会有很大的自信 很大的自信的时候 很大的自信跟相信的时候 你也很容易开悟 你容易懂这些下面讲的 如果你没有很大的自信 或是就是说相信 就是link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很多下面讲的都是不撒撒 听得懂半听得懂半听不懂 然后就是有时候会误解 所以常常很多人误解忏悔的意思啊 你要学佛也好 学任何宗教 一定要全全旁旁旁的误导 不是字面上这样说 你忏悔 然后就这样 这样 这样就害了自己 然后以为是这样子 然后为什么要会自责 社会对你的期望 期望很高 然后就说 我做不到怎么办 人不要活在别人嘴里面 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 然后标准高 过度自我的要求 你可以自我要求 但就是做不到就没关系啊 这个有时候要放过自己啊 不要自责 就是一定要放过自己 人有时候是能力有限的 有时候你就说 这时候做不到 你停下来 静下来 你有一天开智慧就做到了 最难的事情也是无常 最轻松的事情也无常 最不幸的事情也是无常 最快乐的事情是无常 世事变化万千 所以你不要以为 现在困住了 永远不是 明天就变了 世事都是无常 无常的道理是 不要以为你也不幸 就是永远不是 最糟糕的时候是 好的开始 到了谷底 往哪个方向都是往上的 一定要记住 到谷底 往哪个方向都是往上的 往哪个方向都是好的 所以意思是说 都是无常 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 竞争和比较 经验成长的环境 成长的环境 然后比来比去 小朋友比来比去 很多父母讲 就说起跑点输了 怎么办 然后越早越好 那些父母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哪有什么起跑点的 人生是短跑还是长跑 如果短跑很快 就是一百米 起跑点输了 人生是长跑 马拉松比赛 没有什么起跑点 所以人生没有所谓的比赛这种东西啊 没有什么长跑短跑啊 如果有比赛的话 那比赛最高的原则是什么 快速结束嘛 那什么叫结束 就死亡嘛 那快速死亡就是结束了啊 所以人生不是做比赛的 你不要说比赛 比赛最终的目的是快点结束 快点就跑到终点嘛 终点就死亡嘛 所以人生不是做比赛的 不是做长跑短跑 都不是比较的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sense 人生最终点就死亡而已 如果是比赛的话 越快越好啊 所以这不是 一定要记住这个 然后低自尊 就是没有自尊 没有自信 这是很可怕的 没有自信 没有自信的时候 就变弱智 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的时候 你什么都 事事都好像在卡你 连路边的就是看到人 很多人好像在瞪你 问这个人是不是对我不爽 这是人的思维的问题啊 好像就别人连坐车都觉得 这个司机对我有想法啊 就是人的思维 弱智的时候 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心理健康的问题 任何人都不能应该绑住我 包含我自己 哪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 想做就做 不想做不要做了 没有什么所谓的应该啊 这个一定要记住 这个一二三四五六点 有时候你提醒自己 我讲的都是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我讲的所有东西 希望你真的真的 时常做到 所以我出书的时候 也是一样 每周每周 希望大家来去执行 我这个讲的是 我是亲身经验 我跟大家就是很亲切的 在讲这些啊 所以你做到才有用 不然我讲这个 我不是给你上来 今天来修学分 修两个学分 修完考完 你及格啊 拿到一个学位 不是来累积知识的 千万一定要跟着 我们的YouTube 不是来累积知识的 我们是来得到上智慧 改变我们自己的命运 跟人生 希望人变善良一点 希望就是我看 我们的YouTube的人 希望变善良一点 变乐观一点 变开心一点 少一点怨气 少一点生气 如果我们这些做到了 我的目的达成了 你的任务也完成了 这个世界上 没有白来 对世界改变一点点 改变一点点 这就是我们一起 共同努力的方向 所以把这个上智慧传出去 大家一起努力 就改变 我讲这些 我也改变了 我也不是圣人了 我也不是什么大事 上事已经误到的人了 我也讲这些 我也每天都在改变 每天都在进步 讲一次进步一次 讲一次进步一次 日夜累积下来 虽然讲得很累 然后每次讲得 又讲得很开心 然后不断地讲 不断地讲 还是有东西 还是有进步 就是一个信念 一个理念 我都相信 人本来就是善了 我们把这个种子 一直不断地发扬 发扬发扬 透过媒体 透过自己的团队 然后慢慢慢慢 这个上循环 善良的东西 传播出去 传播出去 人变得善良一点 人变得善良一点 是我们团队在制作这个东西 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一天变一个人变善良 两天变两个人善良 365天 有360多个人变善良 那是功德多大 我们不断地 一直不断地延续这个描绘 一直拙撞 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上循环的概念 所以我希望是做到这个 然后自责带来的影响 情绪健康的影响 你的自信就没有了 就变成弱智 然后常常抱怨 都抱怨一些气呼呼的 自尊性下降 生活品质下降 人际关系受损 然后决策行动能力受限 生理健康的问题 不爱自己 这个就是我一直说 要好好爱自己 就是千万不要自责 你是独一无二的 你是最漂亮的 你是最善良的 你是最美的 你是最好的 你是公司当中最棒的员工 你是老板当中最优秀的老板 你是主管当中最优秀的主管 你的心跳是跳得最好的 你的眼睛是很亮的 一定要有把自信找回来 一定要做这个打坐 今天就是一定要 上次我又讲 就是感谢我还活着 感谢什么感恩欲加 今天一定要就是说 对自己的赞美 每天做十五分钟 如果你没有自信 没有自责 好好做这个 你就会有觉得 哇开朗起来 原来世界就这么美好 你人生变化不一样 如何不自责 明白自己的价值 你是独一无二的 接受不完美的 行为不等于价值 从挫折中成长 感恩心态 庄祝当下 寻求资源 所以这些都是一样的概念 有时候你不会 你可以请别人帮助 没有什么不好 跟父母兄弟姐妹 员工长官 任何东西都是一样 不要说 就是没有脸或什么 所以这些都是 就是比方说 自己的价值 感恩的心态 就是意思说 感恩跟肯定自己 就是现在已经教了两个瑜伽 两个打坐的方式 第一个是感恩 第二个是肯定自己 我很棒 我很美 我很好 我很优秀 我是独一无二的 这两个常常做 所以慢慢会进步 所以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打坐的模式 你做这个 做这个 做这个 你的自信就来了 比方说你没有很大的自信的时候 就做瑜伽肯定 你就是怕东怕西 别怕别人说什么 怕就是老板看不起 怕男朋友的家人看不起你 就是你练习肯定自己的瑜伽 就是一定要练习 认真练习 然后你常常怨气很多 抱怨很多气呼呼的 练习感恩瑜伽 人变得更慈悲一点 所以这两个目前教的 然后之后会教一系列的感恩的东西 这样就很棒 请不吝点赞订阅